可能就是 當然都很難 可是可以說悲劇 就是你如果在那個緩急以後 有那個情緒的話 其實自然而然會幫助你 可是喜劇是 你多用一份力 或是你多停零點一秒 那個都不對 就像國秀老師在台上 我覺得很多東西是學不來的 或周星馳 我覺得那個一定要經過很多的歷練 或者是看到很多飛行之後 才能達到的一個景點 所以我其實是很寫心鬼 所以我還是寫心鬼 你前幾年拿到最佳女主角角 你有沒有擔心自己會遇到瓶頸嗎 對 嗯 瓶頸 倒是 我不會擔心下一個作品 你沒有辦法超越啊 或是說別人對你的期待 可能會更有 我其實比較靠別人 就是我很需要別人 就是很棒的劇本 跟很棒的工作環境 所以其實別人叫瓶頸 那就是本身的瓶頸 因為我的身材 就會讓我很多瓶頸 就是很多交涉 沒有辦法遇到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戲劇 走出了一個 每個人都是自己主 都是他的 都是主角 以前就可能真的高富帥 或者是白壽美 現在我覺得每個人都是主角 我反而覺得很高 是有這樣的戲劇環境 讓我們這些拐瓜裂爪 可以有一些空間 現在就比較不用說 只能演女主角的姊姊或妹妹 對 對 現在也是妳主角 的婆婆 好客家 我就跟她講說 你若不是我贏 你把她吃下去 我四後丸給你一身俊 留意你的 四後丸 四後丸 昨天還在拍戲 昨天還在拍戲 拍到什麼時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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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天拍到七點多 回到台北 晚上 所以還是有休息 有 只是昨天寫感也寫到一點多 所以最近是有吃得比較好嗎 喔 一時都吃還蠻好的 欸 我有借三天宵宴欸 那還蠻好 對 為了今天有健身 你比較瘦 我還覺得看不出來 都沒有量 因為他們那個 我的那個造型師 不會不會 我造型師他們都現場 他們改到剛剛才那個 蛤 還在縫東西欸 為什麼要改到剛剛 就是他們 身材順襲萬變 沒有他們穿上去之後 覺得很多東西要做調整 或什麼什麼 對啊 而且他們很霸氣 我就會說 欸少奇 那個我需不需要減肥 他說不用啊 你就這樣胖胖上去就好 他可以想說也來不及撿了 所以就算了